《封信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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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封信心卷的好朋友 我們一直要在繼續路德記的靈修 在路德跟波蘇當中 有一個很美的交談的方式 我很喜歡他們這個交談的方式 實在是很感動 當波蘇遇見路德在田間的時候 上一次波蘇就向他說一句很有恩惠的話 他說 要你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在祂翅膀下 要你滿得祂的賞賜 在神的翅膀下 要你滿得祂的賞賜 這是很美的一句祝福 但是呢 今天我們要看路德是怎麼回答的 路德聽了波蘇的這句話 他就回答了 我主啊 願在祢眼前蒙恩 我雖然不及祢的一個庶女 你還用這樣愛的話 安慰我的心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想這句話 願在祢眼前蒙恩 我覺得這句話 可以打通人跟人當中的關係 會變成更好 講這句話 講這句話的人 是充滿了謙卑的心 所以他就希望說 我在祢面前 那希望祢以恩惠代我 所以是以謙卑的心 來講這句話 那麼神是施恩的神 但祢也藉著人的手 把神的恩惠傳遞下去 這種上帝的恩惠 能夠藉著你藉著我傳遞下去 這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嗎 很多時候我們跟人當中 那個心態 講話的心態 影響彼此的關係 這句話講出來 已經表示 我是很謙卑在祢面前 第二 我是很期待祢會對我好一點 施恩會給我 就是謙卑等候領受的意思 所以 巴斯這個人呢 實在是非常 寬宏大量的人 所以呢 他裡面就本來就有一種 很會施下恩惠給人的人 他有這個特點 那麼他第一次見到這個路德 他就誇獎他 說你很好 你來投靠神 那路德的回答 他呢 仍然提到這個恩 他不是說 哎呀拜託拜託你啦 然後你要多多看顧我啦 不是 他的回答 我真的覺得非常美 願在你面前蒙恩 好不好 好好想想這句話 在神 在人面前 希望得到對方對你有 靈敏的心 有靈敏的心 狂宏的心 施恩會的心 這種呢 這種呢 是一種 施行上帝那裡來的一種 灵敏跟施恩 祈求在你我當中 貧窮的人 貧窮的人 要得到人的靈敏 施恩 不是只有施 救濟 是施恩 在你眼前 希望我能夠蒙受你的恩惠 希望我能夠蒙受你的恩惠 就是呢 這個恩惠呢 就是 接納我 看重我 那使我呢 能夠覺得 我是 在你面前 被 尊重的 我不是一個來這裡 只有 蛇賣歲的一個 女工人 我是 神的孩子 來在這裡 仍然 祈求成你身上 能到 得到恩惠 那不但是這個恩惠 就是 期待對方 善待你 就是 門恩 那 這個門恩呢 不僅僅是給 給東西喔 有時候 你經濟比較好 你容易給人一點 施恩會靈敏的 財 東西方面的一個幫助 但是還有一種是 施恩是 你的地位比較高的時候 你有這個權柄 你可以赦免 你可以施恩 你可以使人方便 這個都是施恩 在生活上 夫妻之間 也需要這種 彼此蒙恩喔 彼此施恩喔 不要生活在一起 就計較那一種 對方做不到的事 然後加以克罪 而是怎麼樣 彼此以恩惠相待說 看待好對方 然後呢 我對你狂容 那你也說 接納我 我接納你 你也接納我 我記得寫冰點的作者 他呢 竟然能在結婚那一天 兩個人 坐在榻榻米上面 彼此一個敬禮 說什麼話呢 說這一生 就需要你的恩惠 所以萬事拜託 兩個人都存在這種心態呢 我需要你的恩 那我也願意給你恩 所以萬事拜託 這是我們中國人 喜歡用的話語 這是這個拜託 這個字呢 我們假如能夠改成說 萬事祈求你施恩 施下恩惠 善待我 愛我 接納我 這個呢 能夠開通我們許多不通的路 從這一條 能夠開通 彼此施恩 在生活上 對兒女們更是喔 你不要一直追究他做錯的事 你要給他一些了解說 他為什麼會做錯呢 為什麼功勾會不好呢 為什麼這個缺點呢 那你要從鼓勵的方面 來看待他施恩給人 願在你眼前蒙恩 天父感謝你 因為你是施恩的神 我們從你身上 從你手上得到這麼多的恩惠 求主也給我們 彼此以恩惠相待 給別人恩惠 自己也期待別人給我們恩惠 是彼此之間 是以這種互相接納 互相匡待 互相包容 這種態度 那生活就會很大的不同 主要你幫助我們 祷告奉子的命 Amen 碈龍 從心中 就算你可欺罰